全油管最快新闻,今天A股持续低迷,北上资金竞卖出于40亿。 截至收盘,护纸、生成纸、创业板纸分别下跌0.55%,0.61%和0.69%,成交额达到8292亿元。 值得注意的是,B股市场出现暴跌,部分个股跌幅超过7%。 B股市场功能定位逐渐丧失,目前仅剩85支个股。 市场分析认为,B股暴跌主因是个股流动性低迷。 另外,港股市场也有一只股票暴跌超过90%,执法机关介入调查此公司涉嫌罪行。 A股持续低迷,与北上资金竞卖出反映出投资者对市场的担忧情绪。 B股市场的暴跌反映出其融资能力弱化和功能定位丧失,仅剩少数个股仍在交易。 港股市场一只股票暴跌超过90%,可能与相关公司涉嫌罪行有关,市场对此表示关切。 投资者需谨慎对待市场波动,规避风险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